所以記得把它解到 我這邊就有 C 疊 所以我沒有解到 如果你是解到 D 疊 應該就不用再去修改 SPIDER 的路徑了 這個 SPIDER 是放在 SCRIPTS 這個目錄 所以是 Python 384 裡面的 SCRIPTS 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SPIDER 3 這個 當然如果你點兩下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的話 有沒有 因為我是放在 C 疊 所以我解出來它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這個錯誤訊息的話 因為我預設是放 D 疊 所以如果你放 D 疊 你應該就可以直接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一樣跟我沒有 D 疊 只有 C 疊的話 那你可以修改 修改的方式很簡單 記得按滑鼠右鍵 直接在 SCRIPTS 3 上方按右鍵 然後可能你電腦要先裝一個叫 NordPay++ 如果你假設沒有 網路上就 Google 一下 NordPay++ 它有一個 NordPay++ download 它這個是一個 Free 很重要的編輯器 然後你就直接按右鍵 把它下載安裝之後就有這個 我是還蠻強烈建議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這個軟體絕對是必要的 因為它任何的程式碼都可以直接打開 而且都會幫你設顏色 我覺得這個非常方便 這個應該是必要安裝的 然後按右鍵之後把它 Add with NordPay++ 打開之後的話 它問你說要不要重新載入這個 那當然你把它試好了 那修改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就直接 第一個可能要記得就是 檢視裡面有一個叫自動換行 我這個一定要打勾 第一個你把它按右鍵解開之後的話 然後檢視裡面找到叫自動換行 自動換行點一下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這個卷軸拉到底下 拉到最底下之後你可以看到路徑了 大概在中間的地方 會出現它的這個 Spider 的預設路徑 那你可以看到預設在D 我現在解壓說在C 所以不對嘛 很簡單 只要把D改成C就好了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假設有E、F 就是其他磁碟的話 一樣的道理 那我把它改成C 改成C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把它 Save一下 儲存一下 然後把它關掉 這樣應該就OK了 點兩下打開 理論上你的 Spider 就會順利的被啟動了 OK那 Spider 其實 它開啟的時候有時候比較慢一些些 可能要看你電腦的速度來 我自豪有同學 因為是用那種比較文書型的 好像打開 等很久 另外我發現它對那個 硬碟的需求蠻大的 它可能如果你是用傳統硬碟 點兩下可能要等很久 那如果你是 SSD 直接可以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理論上 你們看到的畫面應該 如果是英文的話 其實你可以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我個人的習慣 我會把它先調整成簡體中文 但你如果習慣用英文 你就用英文環境 另外底色我習慣用白色 可是有的同學習慣用黑的 每個人習慣 那你可以從哪邊去調整 打開之後的話 可以從上方有一個扳手這個地方 反正以後設定就是扳手這邊 設定就扳手 然後呢 你如果要變更語系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 扳手的地方點開之後的話 這邊第一個好像 第一個就是什麼 這應該叫什麼 通用吧 通用的話呢 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高級 如果英文叫 Advanced setting Advanced setting 建議它General吧 然後呢 Advanced setting 那語言部分的話 你可以改成 看其他 因為它目前沒有繁體中文 不然我們先用簡體中文吧 OK 看著 如果 但如果你不習慣 你可以用其他語言都沒關係 第一個 第二個外觀 外觀的話 那如果假如你比較習慣用黑底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中間這一塊 我是把它改成這個什麼 Spider 預設的 那如果假設你習慣用黑底的話 你可以用Spider Dark 這個選項 它可以幫你把改成黑底 不過我是不習慣 所以 這可能 每個人習慣 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 這個 Spider Dark 這個 按OK就可以 其他顏色也可以改 不過理論上 不太需要改 OK 我就用這樣好了 好 那可能要重新啟動一下 你可以看到你的環境 應該就會 被設置成功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在 你的右邊 不是這樣 你的左邊這邊可以開始寫程式 那寫程式的步驟很簡單 你就是有點像Word一樣 開一個新的文件 然後呢 這邊有一些註解 這個註解可以刪掉 因為這註解不需要 然後你可以開始在這邊寫程式 比如說寫一個簡單的程式好了 比如說 假設我們寫一個最基本的程式 你們可以 參考這個 我們在 雲端上面 我有放在雲端白板好了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就是第一個單元 你把它打開 如果假設我想要寫一個簡單程式 比如說 A加 B加 就是簡單的加點乘除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 比如說我希望 產生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是A好了 A裡面的詞 給它放等於3好了 然後Enter一下 B等於5 那我希望把兩個加在一起 Printer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有怎麼寫呢 也許你可以加一個 A跟S好了 比如說一個變數 等於A加 B 把A跟B加在一起 然後最後底下就把結果 Printer出來 所以打一個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Printer NS 好 這樣就OK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直接執行它 那怎麼執行呢 OK 各位可以看上方有個叫 運行文件 執行它 OK 執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會把結果Printer到 右邊這邊 得到結果 NS等於多少 加起來應該等於8 所以你會發現 按下執行之後 它會把結果列印在 你的控制台的這個地方 OK 這個程式是寫的 所以請各位 先 已經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請你先寫第一個簡單的程式 就是直接在Spyder的上方 記得先新增一個新的文件 它的單位是模組 反正它基本的步驟是 一 新增模組 二 把程式打上去 三 去Run它 四的話 結果就看到了 所以這邊 一 二 有沒有 三 四 反正這個步驟大概就這樣 所以以後我們寫程式就這樣 一 二 三 四 OK 但是目前這個環境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字太小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希望把字放在很簡單 記得那個幾個快速鍵 就是游標只要放在這個環境上 按Ctrl加 Ctrl加減程式的加 就是數字鍵的加Ctrl加 你按一下Ctrl按住再加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程式就放大了 那控制台一樣 游標放這邊Ctrl加 這邊也放大了 這邊也會出現數字出來的 OK 所以 先狀狀看好了 反正這個最基本的 一個簡單的程式 那也就是說呢 先把程式寫出來 然後呢 先把它執行看看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你先了解一下 在Python裡面如何產生變數 那其實在Python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它變數的產生 不像其他的語言要宣告 有沒有 像其他語言都要宣告 宣告這個變數 它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你再去使用這個變數 有沒有 但是Python我覺得有一點非常棒 不用宣告 那你說不用宣告 那什麼時候會產生這個變數呢 就是當你負予值的時候 所以如果假設你負予它一個數字 整數有沒有 所以這個變數A 它就是一個整數型的變數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負予它是一個幅點 比如說3.5好了 那A的話 它就會是小數點的 那如果假設你第一次給它是一個文字 文字就前後加雙語號 那這個A就是一個 就所謂的文字型的這個變數 所以你給它什麼 它就會是什麼 所以不用額外宣告 所以不需要額外宣告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棒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光要寫程式 就要宣告一大堆變數 才能夠去做後面的事情 但是現在不需要 直接可以怎麼樣 丟資料給它 反正你丟什麼給它 它就是什麼變數就對了 也有點像我要放個資料 先放進去的道理 好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先幫我把這個地方 先練習 產生一個簡單的程式 那這一段程式嘛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其實我是把它寫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四頁這邊也有啦 就是這一段 OK 這個當然裡面的變數名稱 不見得要叫ABANS 這個名稱如果你改成別的也沒關係啦 你改成SYZ也OK 這個名稱你可以制定 好 第一個 這個部分應該OK吧 剛剛這裡 就是直接把這個環境 先把它打開 然後先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趕快提出來